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说胃口不好 想要吃一点点开胃的清爽的 泡菜是个不错的选择 黄金泡菜喜欢吃吗 黄金泡菜你会做吗 今天我们就请料理中师 来告诉我们 如何做黄金泡菜 都有 你好 今天要告诉我们 这是属于黄金泡菜的一种吗 对 我们基底是 黄金水果泡菜 好好好 但是我们 加了水果的风味在里面 对 我们用水果的这种酸香 天然的果香 那我们再搭配 现在很流行的浆滑 OK 了解 好 可是腌泡菜有好多种食材 都可以来腌 有的人用大白菜 有的人用高丽菜 有的人 对不对 你是用哪一种 我今天用的是大白菜 大白菜 OK 我们先来处理这个白菜的部分 因为它可能需要花点时间 来杀青 对不对 白菜也分了好多种 对 我们其实用这种 山东白菜它的梗比较多 它是主要这个白菜是 泡菜是做脆口的口感 所以我们会希望是 梗比较多一点的部分 是 那如果当季的话 当然有台湾的 也是可以运用当季的高山白菜 好 一个白菜 我们希望每一个白菜吃到嘴里 它都有一定的分量 一定的口感 所以你不要切得太小 你看到没有 像这样子 一个白菜切成四段 后面这边变成是一个一个 没有关系 丢到一个缩带里面 当然你如果今天有别的容器 可以来盛装它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好 这个里面 现在我们要加什么 我们加一点盐巴 正常我们看你要不要漂水过 如果我们抓一点盐巴 要漂水的话 我们咸度可以抓到3%到5% 如果你希望不要漂水的话 大概就是1.5%左右 现在半颗这样子的白菜 我加盐大概需要加多少 这个大概1200克 2斤 如果以它的这个1%是12克 然后呢 要加几% 对 就这个1匙大概在5克 所以在考数学是3匙 3匙 对 好 OK 好 就透过这个袋子里面 有一个蓬松的效果 然后呢 开始上下的抖 让盐跟每一片叶子 都能够均匀地粘裹上去 像现在你觉得要杀 差不多要多久的时间 你觉得是OK的 做到大概30分钟以上 30分钟 对 节目里面没有30分钟 你先打开 我再补你2匙 我就可以在30分钟的情况之下 我稍微缩短一下 我的时间 OK 对 这个是咸度密度的问题 但是因为它盐加得多 所以待会儿你可能冲洗 凉开水的时候 次数就必须要稍微多一点 对 对不对 好 现在抖一抖 你再抖得久也没有用 因为它水出不来就是出不来 我现在如果放在旁边静置一下 它的效果就跟现在不一样了 来 放在旁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 我们的酱的部分 因为烟泡菜这个酱 其实是满重要的 那黄金泡菜顾名思义就是 你要希望它里面是有金黄色的色泽 金黄色的色泽我们运用到三个元素 一个元素就是南瓜 我们用天然南瓜的颜色 它是要熟的 对不对 对 我们去把它蒸熟 OK 然后第二个元素就是胡萝卜 胡萝卜它有天然的胡萝卜素 但是它跟南瓜的颜色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运用南瓜 胡萝卜 还有第三个焦哥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东西 辣椒 辣椒红素 但是这个辣椒就看大家 你选用的量了 如果你真的不吃辣 辣椒籽就必须要去得干净一点 对 或者是量加得少一点 对不对 像我们焦哥吃那么辣 我们就整条加进去 其实大辣椒不会辣 只是说我们运用这个 这样子去把它搅拌之后 它的颜色会有很层次的一个漂亮 一个南瓜 一个胡萝卜 一个辣椒 三种红的元素 我先加到杯子里面去 又要加什么 我个人的话我会加一点油 什么油 就是普通的沙拉油 橄榄油 就都可以 都可以 有一些它会比较讲究 它会放芝麻油 芝麻香油 香油 带一点香气 增加香气 对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先把它打成泥 这是第一阶段 先打这个 像这样子的菌汁机 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只要压紧了 不斜 照理来讲 它都不会溢出来 然后慢慢地轻轻上下移动 这个菌汁机 它就可以把你所有的食材 从原来的形状 统统打成泥 比较起来算不太会乱喷 对 稍微再拌一下 上面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 不同层次的红色 是 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 所以我把这个先打 然后再 来 纹里面还需要加什么 这个 苹果 以及凤梨 是 那凤梨的部分 如果当季有新鲜凤梨 我们可以新鲜凤梨 但是因为凤梨 它每一个酸度不一样 是 如果你想要让它比较均衡的话 你可以 凤梨的罐头 好 其实罐头的好处就是 它比较能够 每次做的酸甜度都是一样 没错 我们今天用的是 凤梨罐头 还有这个苹果 这两个都是 能够让它做一个 天然发酵的效果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 苹果 凤梨 加进来 对 你就可以打了 对 对 然后我们里面还会再添加 几个香味的东西 就是 蒜头也是能够 促进它发酵的元素 是 然后还有带一点 一点豆腐乳 你的黄金泡菜里面 还加豆腐乳 其实有些人会加很多 但是我的比例 会让你淡淡地香气 你是我第一个看到 有加豆腐乳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有的人可能会在里面 加一点点 花生酱 各种不同的东西 随着个人的喜好 甚至有的人会在里面 加一点点巧克力 都是看巧思 然后变成是它店的卖点 你现在这里面 搞了半天 它都有 只有食材 只有水果 都没有渐渐 对 我们就运用一点糖跟醋 对 很简单 然后再来是 它里面咸度的来源 我们运用鱼露 鱼露发酵 鱼露 好 接下来我们再加一点 味道 你现在加这个是 糖 我们运用糖去 把它做成它的甜度的来源 还有酸甜 要有甜味 然后再来是醋 我们用天然的白醋 白醋就可以了 对 好 这样子有酸有甜 你这个 甜跟酸的比例是1比1 对 1比1 对 OK 没有咸 然后咸用两个元素就是 一个是鱼露 一个是虾油 它加到虾油 对 虾油它跟鱼露的概念是一样 它是用虾子去发酵 对 就是海鲜 它会带多一点鲜味 对 对不对 OK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样 你还有两个东西没有加 这样 再来就是我们 添加我们今天比较特殊的是姜黄 其实在印度 养生的概念 对 印度为什么比较长寿 就是他们都时常用姜黄炉菜 这个分量其实看个人的喜好 我个人是大概在1匙 1匙 对 如果你比较能够接受 因为姜黄它本身会带微苦 姜辣酥 我们运用香气去让它平衡 有一些不喜欢太甜的话 我们加一点姜黄的话 也能够减少说 你吃起来会腻 那其实我们姜黄也能够 让颜色更好看 这个颜色也是能 也是很自然的一个 自然的一个黄色 对 因为前面的步骤是 南瓜 还有红萝卜 辣椒 这需要把它打泥 它最后的这个步骤 我们加的都是调味料 其实很快地就能 只要让它混合均匀 甚至稍微静置一段时间 它都会自然融化掉 对 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真的 看起来挺漂亮的 好 我们有了一个好的酱汁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如何来腌白菜 差很多 刚才我们放进去的时候 这个袋子 它几乎都扎不起来 现在这个袋子 你看到没有 我把它这样缩一缩 感觉少一半 开玩笑 这很減 接下来怎么办 用水去把它漂洗过 就直接在这个里面 反复地加几次水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搓一搓 把那个多余的盐分 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洗掉 洗掉 当然你在家里面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盆子里面 对 最好是用熬水 对 师傅讲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它是要直接吃 没有经过这个 烹煮 加热 熟化这样子的动作 所以你如果能够凉开水 过滤水 RO水 它对于吃的卫生这个部分 它是会比较有保障 对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它的咸度 对 这也是个重点 吃得到咸度的话 你就尽量是把它用到完全没有咸度 因为我们待会儿的酱料是有咸度的 那我刚刚说就是如果家里面有像 现在市售很多脱水机 尽量就是让它脱到完全没有多余的水分 所以你看 现在我们刚才已经倒了半天 可是现在 藉由这个动作 可以把刚才杀清多余的咸挤掉 也可以把这个菜里面不好的那些 涩水 生的味道 给它去除掉 所以最好是用脱水的方式把它脱干一点 没错 那酱汁的部分我们刚刚秤完的这个酱 我们再把它加进来 那其实这个酱也是一个蔬菜的元素 是 那其实都是很健康的 我们只要来看拌匀就可以了 对 然后正常来说我们会泡制一天 然后让它完整地入味 那其实这个味道在第二天跟第三天 是最完整的 放到冰箱 还是只要是室温之下就可以了 建议是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 它比较安全 比较不会滋生细菌 对 对 OK 好 这边有一个 师傅之前做好带来给我们的 然后打开 它的颜色 有没有 就一样 然后我们把它来盛盘 好 看到这个泡菜 有没有觉得很开胃 想不想来一点点炸臭豆腐 来 赶快上桌 喜欢今天的料理吗 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脸书粉丝团 让你有吃又有拿 夏天美食so much 来盘透新兰的极品海鲜 才是博尔的首选 内涵酸甜泡菜的冰镇中卷 佐上了美味的松露酱 让你在家就能够吃到山珍海味 朋友驾照咖的钟佑师马上教你做 府上的泡菜怎么吃 直接当成小菜吃吧 大概99%以上的人都是这么吃 但是泡菜其实可以拿来入到料理当中 今天我们就请钟佑告诉我们如何把泡菜和中卷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佐友今天你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中卷料理 其实中卷大家都很简单的就是汆烫然后直接吃 是 但有时候我们要生活中要来一点仪式感 对 那有些有时候小夫妻啊 然后朋友来啊聚一聚的时候 弄一道 感觉不一样的 好 第一个 我们是不是先来处理中卷的部分 对 那中卷其实我们在市场上或者是超市 其实都买得到中卷 只是大小的不同 当然越大只它的效果会越好 然后它的整体性会比较漂亮 所以你把头 皮 中间这些全部去掉 让它形成一个中空这样子的 对 好 水滚了 好 水滚了之后我们丢一点葱 是 姜片 姜片 需要米酒吗 来一点米酒 来一点米酒 好 来 那我们这个海鲜类 我们希望它是不要太高的温度 是 那我们让它水滚了之后 我们把它加进来 OK 加进来之后它会瞬间地降温 降温之后它接近快要滚的时候 我们就用焖的方式 关和 是吧 这样子就会保持它的嫩 对 我们不要用太高的温度 一直持续地去滚煮它 它的鲜甜度 还有它会收缩 收缩率会很高 好 这样子的话 要泡在里面泡多久 看我们的厚度 像这样子的厚度 大约在两分钟至三分钟 很快 对 好 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赶快利用这个两分钟 来处理一些其他的动作 好 那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 简单的垫底配菜 是 我们来用一下 清爽的洋葱丝 好的 像这样子的洋葱 切完了以后 为了要让它 还有那种脆的效果 然后辛辣的效果 不要那么多 我旁边又准备一盆冰水 让你可以在冰水里面 稍微冰鎮一下 对 其实有一些会用 流水去漂洗过 我们也可以用冰鎮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们要让它的厚度 不要太过于太高 太厚的话吃起来就会咸咸 对 我们用紫色跟白色的 两色的洋葱 一个是我们台湾的洋葱 会有鲜甜度 是 然后这个紫色洋葱 有颜色之外 它还有带辛辣度 让它做两个 不同层次感的一个堆叠 是 颜色也 看起来视觉也好看 味道也不一样 对 就这味道 还有它这个感觉配色的部分 就促进你的食欲 两种洋葱放在这边 冰镇一下 你还贴心地加了一点小黄瓜 对 我们其实 主要小黄瓜的另外一个用意是 我们希望它是配色 我们等一下再塞在这个 中卷中间的时候 让它有一个色彩的变化 就好像有点像是那个 酥脆 对 就是我们在卷寿司的那种 小黄瓜 好 备起了 然后再来是我们准备 调我们的一个酱汁 好 酱汁 对 我们运用到松露酱 好 那我们再搭配我们市售 很容易买到的这个 美乃滋这种沙拉 是 是 那我们这个分量的部分 是 大约这样子的比例大概一大尺 那当然家庭条件比较好 你要加两大尺也没关系 真的吗 你看 它要你自己加下去 然后说家庭条件比较好 不然就说自己 没有 其实它的这个就是层次感的不同 然后运用美乃滋 它去做一个粘稠度 那这个里面还需不需要 调其他的味道呢 我个人是不调 不调了 因为你再加其他味道 你会抢过松露酱的味道 好 时间差不多了 两分钟 到了我们要把这个中卷 救起来的时间了 他现在已经说到一定程度了 对 如果你们不知道它的熟成度 有没有够熟 那其实可以用剪的方式 剪它最厚的地方 去看它的一个熟成度 你不是不要呢 不要把它弄破吗 对 我说假设 就可能就是 比较厚的这个前端 或者是后端 我们稍微搓一下 好 那我们把它做一个冰镇 这一道其实也很简单 那也让一般的中卷 可以有不一样子的一个呈现 是 那我们刚刚这个是用冰块水 让它迅速降温 它才不会一直在后熟 是 因为它本身如果温度在 它就会越来越熟 越来越熟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让它温度没有 它就刚刚好停留在 刚好熟的阶段 好 来 我们先把多余的水分 擦掉 多余的水分把它擦掉 里外都要擦干净 对 让它不要 因为你水分过多的话 你这个在塞的时候 会里面产生太多的水 然后另外会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会在它前端 不然你有塞不进去 里面有空气 对吧 对 就是我们要让它有一个通风口 是 来 我们这个熟食的处理时间 我们就要用熟食的砧板 然后戴上手套 甚至在这个瓢洗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要用这个 饮用水 这一个卫生 千万要注意 千万要注意 那其实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会运用袋子去装起来 它像漏斗一样 对 往里面挤 往里面挤 那个也是一种方式 以你的经验 对 我们这样的碗里面塞一个泡菜 是 一定是切小一点好塞 对 可是切小一点好塞 到时候再把它切开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小一点 它就容易散掉 它会散开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在做的时候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在切的时候 我们是会希望 我们等一下塞完之后 用保鲜膜卷紧 然后再放入冷冻库 去把它动到定型 是 然后定型之后我们再来切 你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邀请客 先做 对 做完了以后冰在冰箱 对 今天我还有朋友来 我就是下午先做好 动在冷冻库 对 其实这个我是建议可以就是 前一个餐期做起来也没关系 就反正我们是把它先动起来 是 那动起来它的在切面 就非常漂亮 了解 所以我们全部的都做完之后 把它往中间 这样还好不好塞 还好 就是用这样子去搭配它一个颜色 要不然我们黄金泡菜里面 并没有 绿色 并没有绿色 对 你这样 我还以为你会先拿筷子 给它搓一个洞 然后再把小黄瓜弄进去 好像需要 一 一 二 他们就本地就这样 不是 因为我想说没有塞那么紧 没有 你就要干脆把人家塞那么紧 你现在不搓一个烟囱 你的小花瓜怎么进去 其实这个箱中卷的概念是 可以运用到很多菜 对 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 我们可以事先做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阶段 就是我们把它保鲜膜定型之后 放进去冷冻库 然后在我们真正要食用的时候 我们再拿出来切片 了解 然后去做摆盘 对 来 我的这边放上来 对 然后我们再把它往回卷 OK 像这样子包起来 不让它汤汁流出来 完了稍微整一整形 放到冷冻库去 现在这个我拿在手上 它还是可以 有没有 凹得冻的 但是当我从冷冻库拿出来以后 它就整个硬了 这个时候要来切 就会切得比较顺手 对 对不对 你先放一些装饰的东西在上面 对 垫底 对不对 对 搭一些清爽的洋葱 是 好 多余的水分可以甩到旁边 需不需要擦 擦一下 你这些洋葱丝 如果有食物那种甩水机 就可以稍微甩一下 要不然我们就拿一个餐巾纸 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去掉 把它吸干之后 我们把它做垫底的方式 生活中来点仪式感 就是让家里面 也能够做出餐厅菜 盘子的垫底处理完了 接下来处理我们的中卷 你不要把保鲜膜拆掉 我们可以先 你不用急着做 对不对 怎么样 我们黄瓜 这就是里面的这些 姜黄水果泡菜 冻住了 然后外面的这一层 白色的中卷圈 然后中间小黄瓜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冷冻 就是我们白菜 它到时候切面会比较整齐 其实切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稍微回温一下 它就很快就可以直接吃 是 保鲜膜要保留不保留 没关系 因为保留的话 主要是它的头尾 它头尾如果没有圈住的话 它是比较会跑出来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泡菜 因为它本身里面有这个调味 有甜 咸 所以它在放去冷冻的时候 它就不太会变成冰棒 那么硬 但是它会变成冰沙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去吃的时候 它有一种特殊的口感 那我们就是稍微摆盘一下 然后就摆在我们的洋葱丝上面 对 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它 因为它后面尾段 稍微可以把它做不一样的形状 摆在后面做摆盘 对 它就可以有一些 立体的造型出来了 对 那我们再配一些生菜类 是 毕竟这个绿色在这一盘上头 稍微比较缺一点点 对不对 我们拿一点点生菜的绿色 把它铺盘上去 稍微把它做一个 绿色生菜的一个点缀 是 然后再点缀一下我们的食用花 好 让它有一点颜色的搭配 是 不管是绿叶 不管是红花 别忘了 我们还有一个松露酱 对 增加一些香气 对不对 它的价值感就当场出来了 在这个塑料袋上切个小口 完了以后 就可以顺着我们这一个料理 把这个带来的美乃滋 带来松露的酱汁 给它挤上去 来聊冰沙口感的泡菜 搭配刚刚好嫩的中卷 完了以后香气十足的松露美乃滋 这么好吃的料理 这么有仪式感的 上桌